演习声称与南海局势无关 而菲律宾外交部的官方发布里表示 敦促各方尊重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 其实副外长刘振明 周三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如果菲律宾不肯回到谈判桌上 中国如何处理时就表示 中非是命运共同体 经历仲裁风雨后期待天晴 但是如果有人想执行废纸 中国将采取必要手段 菲外交部长亚赛将率领代表团出席 在蒙古国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 亚赛将在本次会议议程背景下 谈论菲律宾对于南海所谓和平 基于规则的处理方式 以及各方尊重仲裁庭裁决结果的必要 外界观察到在此之前冷静且克制 是所谓南海仲裁结果出落后 非官方表态中反复提起的词语 周二和周三非外长亚赛和非从头府 翻译人阿贝拉的相继表态中 都声称对结果表示欢迎 并呼吁各方冷静克制 而非总统杜特尔特 则一直没有在仲裁问题上直接表态 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星 对深圳卫视表示 之所以用敦措各方尊重仲裁结果的表述 可能是非方两天来经过身分熟虑的 既有趁胜追击的意味 也有要稳住中国情绪的意涵 在这个南海仲裁按证述了 菲律宾有了一个道德的技高点 趁胜追击来结合国际的 激提菲律宾的一些国家 继续向中国西亚特尔特主要的经历 还是要搞好菲律宾的经济 那当然他希望有一个相对平静和平的周遭环境 而针对非外长亚塞将在亚欧会议的议程范围内 以开放态度和中国讨论如何执行仲裁结果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贤佑 朱一旧已经表示 亚欧会议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适当场合 该议题也不会在会议议程之内 南海仲裁结果宣布后 菲律宾的一举一度都受到各方关注 周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 在马尼拉湾举行海上执法演习 此次演习日方出动金青号巡逻舰 连同搭载了一架直升机和一艘冲气艇参演 飞方则动用海上和空中力量 演习中一艘失望马尼拉的船只被武装人员扣押 飞海岸警卫队派出一架直升机和几艘舰船 确定这艘船的位置 接着反恐部队登上船只 日方称此次演习专注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旨在增强两国的能力 便与双方获得知识和技能 并加强双方之境的相互理解 而此次演习的地点 马尼拉湾位于菲律宾旅宋岛西南方向 是非重要的天然港湾 金青号的海宝船 它拥有从软沙桑到硬沙桑 非常标配的五倍系统 我们要注意到日本的海宝船 反复经常的出没菲律宾港口 对于它熟悉南海相对陌生的 低纬度水域有很好的作用 这次的联合演训无非是日本希望壮大菲律宾的 非军事的海上的执法力量 这样的话就能跟中国进行长期的周旋 而对于此次日非联合海上执法演习 吴健还观察到 美国和澳大利亚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中 他认为就在美国极力股东亚太国家 共同巡航南海的背景下 就不得不令人怀疑 这次演习是否会有针对性的加带私货 我们注意到 此前美非兼民间的军演 日本 澳大利亚参与 那么现在又开始搞所谓的海岸警卫力量的演习 我们要注意到 美国未来在南海上新波作浪 将不只是军事力量 而且还要包括海上的执法力量 这个趋势我们要警惕 经过南海仲裁的闹剧 中非关系能否修复 如何修复也受到各方关注 菲律宾新报报道 周三非最高法院大法官 南海仲裁案首席顾问哈尔德萨勒称 菲律宾将以外交及政治手段 继续处理争议 至于是双边谈判或是多边谈判 有非外交部决定 他坦诚 国际上没有任何机构 可以执行仲裁结果 但希望能对中国造成舆论压力 以在谈判中占据优势 而仲裁结果出炉两天以来 非国内陆续传来不少积极声音 菲律宾商报周四报道称 非外交政策与海事法律专家们表示 支持杜特尔特总统考虑首先访华的建议 菲律宾大学海事法教授 杰伊·巴汤巴卡指出 菲律宾之前与中国是有争吵的 但这是一个新政府 而且该仲裁程序已经结束 我们现在需要对华展示友好姿态 以修补关系 在国勤办周三举行的 中国坚持谈判解决中非南海有关争议 白皮书发表新闻发布会上 国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表示 两国关系就像婚姻一样 中非双方要相向而行 如果非方不愿回到谈判桌 中非关系必然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经过三年多以后 菲律宾新的领导人 新的政府 菲律宾许多朋友认识到 如果不会归到谈判这个轨道 那么中非关系会持续的受到影响 中国不承认一些国家 对南海主导和相关海外的非法侵占行为 愿意通过谈判协商来和平解决 推进共同开发 实行福利公益 中国还是自立于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和本地 好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连线 特区评论员管耀先生 管先生 国员总理李克强 在乌兰巴托会 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 阮春福表示 岳方尊重中方 关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 主张通过对话 协商妥善解决争端 管先生您怎么解读岳方的表态 是的 主持人 我注意到越南总理 他的回应很明确 尊重中方立场 主张通过对话协商 来妥善解决争端 那么在定位双边关系时 他还特别提到了 同志加兄弟 这样的具有特定意涵的 这样的与会 强调中越双方 共同利益是大于分歧的 无疑这是越方 对李克强所强调的 两国关系大局 做出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和定位 其实越南 他也是作为南海申索国之一 他也为中国一直倡导的 由当事方通过双边对话谈判 妥善解决争议 实际上他也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实践样本 那么中越在北部湾的化解问题 不就是通过中方一直主张的这种双边谈判解决的吗 所以在我看来越南总理的这番表态 可以说是释放出了重大的信号 很可能意味着南海问题 在经历了被恶意操纵 被恶意炒作的仲裁闹剧之后 一个逐渐明晰的方向性的趋势开始显现了 而这实际上也在表明 那么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一贯的立场跟表述 现在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甚至也包括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在内 我想这当然就意味着 域外国家操弄南海问题 操弄废止仲裁的努力遭到了重大的挫败 那么一场瞎折腾 费时费力费资源的仲裁闹剧 确实已经收场了 它很难形成一出效应 什么连锁反应 一句话南海闹不起来 南海更不会出现大乱 那外界也很关注南海仲裁闹剧的始作俑者 菲律宾的态度 网友外媒报道称 非方要求中国尊重仲裁 但是有菲内阁部长表示 菲称总统杜特正在考虑和中方进行双边对话 就是怎么回事 那么如果要较真的话 应该说南海仲裁的始作俑者 是菲律宾前政府 是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而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今天引述英国BBC中文网的消息 说菲律宾外交部周四发表了声明 那我要说这是个媒体乌龙 这个声明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刚刚也上了菲律宾外交部的英文网站 菲律宾外交部的官方发布里 查到了这所谓声明的出处 其实它来自发布菲律宾外长行程的一篇新闻稿 标题是亚赛将会参加在蒙古乌兰巴托 举行的欧亚领导人会议 这也是菲律宾新政府参加的首次国际多边会议 那么亚赛 他是作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特别代表 去出席参加的 那外媒的这一篇声明消息就说 菲律宾方面敦促中国尊重所谓仲裁结果 但是呢 通读菲律宾外交部网站发布的原文 其实啊 并没有点中国的名 它的表述是parties 也就是相关各方 至于说呢 那菲律宾预算部长叫迪奥克诺 他今天呢 被记者追访时呢 倒是真的道出了实情 说菲律宾总统呢 现在确实是在考虑和中方进行双边会谈 那他就透露 就在所谓仲裁结果公布当天 那么菲律宾内阁就在总统府开会 当时呢 杜特尔特明确表示 将要开启和中国的双边对话 这呢 实际上也是杜特尔特一段时期以来 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的一个内容 但是呢 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后 由内阁部长再次出面来转述 我想足见杜特尔特 他的态度是认真的 当然了 他杜特尔特呢 他也有单方面的不切实际的预期 那么杜特尔特就在内阁会上说 仲裁呢 会让菲律宾在双边对话中 处于一个有利位置 我想这显然是高估了废止仲裁的他的分量 那么相信读到中越总理会见的消息 听到阮春福有关对话协商 妥善解决争端的表态 我想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应该会更加有紧迫感 但是呢 也必须要指出 虽然有意外国家的反复操弄和推动 虽然也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和高估 但是呢 就总体来说 菲律宾新政府对这所谓仲裁的反应 还是相当相对低调的 那么对于不少外媒来说 对这种菲律宾方面的这种低调反应 真是有点不适应 为什么说不适应 那么外媒不适应的一个集中表现 就是为什么针对这所谓仲裁结果 相关方的声明这么少 那么即使有了声明 它的内容也是这么少呢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东盟是不会出所谓声明了 其实呢 不仅是不少外媒不适应 甚至呢 在菲律宾国内也有一些人呢 不理解 比如呢 这两天菲律宾网民 他们都在热议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两天 菲律宾外长公开出现时 他都是一脸严肃 为什么亚塞他笑不出来呢 当然是因为他心里面知道 那么来自那几位仲裁员的一纸仲裁 根本呢 就没有什么效率 菲律宾啊 是指望不上他的 根本不能指望他来改变南海的态势 所以呢 菲律宾外交部在周二发布的声明呢 就是短短几句话 一方面呢 表示欢迎这个所谓的仲裁结果 一方面呢 又表示要让专家来去做研读 来做研判 而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呢 也表示说要以严肃和克制的态度 来看待所谓仲裁结果 那么不像一般公众 菲律宾政治和媒体精英的 他们的看法呢 实际上大多数也是清醒务实的 曾经在美国ABC电视台 担任北京站站长的罗马拉 他是菲律宾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那么他呢 向菲律宾政府给出的对华政策建议呢 是两条策略 一个呢 是接触 一个呢 是所谓的威慑 那么所谓接触策略呢 就是要通过和中国进行双边对话 来寻求在南海争端上的双赢解决 那么接触呢 可以从意到难 从非正式的对话 升级到正式的双边谈判 那么至于威慑 罗马拉呢 他也承认说 鉴于菲律宾的有限的国力 菲律宾方面实际上很难找到有效的威慑手段 那么罗马拉他是老江湖了 他替美国媒体机构呢 也已经服务多年 那他的这个潜台词当然是很清楚的 域外的大国盟友啊 其实呢 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不住的 所以呢 菲律宾新政府乃至他的主流媒体和精英人士 他们呢 也终将会认识到所谓南海仲裁始末 确实啊 就是一场闹剧 而发起诉讼的阿基诺政府呢 充其量 不过是美国操弄的棋子 那么要真正的解决争议 要真正找到 如罗马拉他所描述的 双方都满意 而且互利的双赢之道 还是呢 要面对现实 要接受中方的一贯主张 也就是呢 通过双边来谈 通过游异盗难 耐心来谈 这样出路和办法 都总归是会